为了能让国足赢球 这位规划球员不惜用头撞向对手的鞋钉 他就是洛国富 为国出战的洛国富到底有多拼命 12强赛上 为争夺球权 洛国富不惜冒着头破血流的危险 用头撞向对手的鞋钉 为捍卫自家球门 他会毫不犹豫地用身体封堵对方的大力抽射 如此玩命的表现不禁让人感叹 洛国富虽是规划 但他比许多国内球员更配得上这身红色的战袍 可出人意料的是 如此拼命的洛国富却差点连国足都进不去 40强赛上 刚完成规划的洛国富就被李铁招入国足 然而在中甲混迹两年的野牛身材发福严重 一次普通的训练赛 就让他拉伤被迫退队 糟糕的身体状况不仅让李铁放弃将他招入国足 就连球迷都质疑 发了福的洛国富压根踢不了比赛 他同意规划只是为了钱 面对冷嘲热讽 洛国富并没有放弃 回到恒大后他拼命训练 减重20斤 12强赛上野牛重返国家队 每次上场 洛国富拼尽全力的身影感动了无数球迷 更让人惊讶的是 输给沙特后 打尽天外飞仙的洛国富 竟是唯一向球迷道歉的球员 如今野牛虽已返回巴西 但他仍旧将洛国富中文聘音印在球衣上 而他也承诺 只要还能穿上国足的战袍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 这便是洛国富 一个有着中国心的规划球员